随着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扩大对加沙最南端城市拉法的攻势 在七个多月的时间里,这片土地已造成约三万五千轮死亡 超过一百万轮流离失所 由于巴勒斯坦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 国际刑事法院正在考虑对被指控在战争过程中犯下严重罪行的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 不过即使逮捕令正式发出,其有效性取决于成员国的合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刑事法院常常被指责乱络无力 自从2002年成立以来,国际刑事法院一直负责起诉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侵略罪的个人 可以追查担任以上犯罪活动的国家元首和军事领导人 但没有自己的执行警察,依靠罗马规约签署国来履行这些职责 该机构总部位于荷兰海洋,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成立文件即罗马规约缔约方的124个国家 在法律上有义务将其境内持有未执行逮捕令的任何人移交给法院 但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俄罗斯、菲律宾和越南等多个人口大国都不是缔约国 法院自成立以来共发布了46份逮捕令 其中不到一半曾被国际刑事法院拘留并出庭 包括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内的7人在国际刑事法院有机会审判之前就已经死亡 目前,有17名受到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人仍然逍遥法外 这也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最终被国际刑事法院定罪的10人中,没有一人是国家元首 身为英国国王法律顾问的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利姆汉发表的声明中指出 以色列确实有权自卫,但丧尽天良的罪行并不能免除以色列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义务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有理由对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 罪名包括将平民挨饿作为战争武器、谋杀、灭绝和蓄意攻击平民 如果发出逮捕令,这将意味着以色列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将无法自由访问亲密的西方盟国了 逮捕令将使内塔尼亚胡与普京和卡扎菲等人并列 普京因非法将儿童从乌克兰驱逐和转移到俄罗斯的指控而面临逮捕令 卡扎菲在被自己的人民杀害之前逮捕令上的罪名是谋杀和迫害手无寸体的平民 多年来,美国与国际行事法院的关系是冷时乐,一直是个潜在的复杂因素 此外,南非在苏丹总统奥马尔巴西尔2015年访问该国期间并没有逮捕他 作为缔约国却出于各方面考虑逃避了自己的责任